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在律师楼工作的男人也确诊 但却没有外游 是第一宗本土感染个案 在台北,马英九总统宣布 参选下届国民党主席 欢迎收看夜间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铜锣湾圣堡陆学校一个中四女生 确诊感染甲型H1N1流感 患者的八个同班同学也有流感的症状 经过检验初步列为华尔个案 学校需要停货两个星期 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如果证实是本地感染个案 最快明早就会决定 全港小学和幼稚园是否需要停货 谭彩雲报道 请不吝点赞起来 可以冒激